马太福音18章3节4节 说我是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回转原文指的是内在的转变 改变方向和行为 而且是本动词是被动式的 表示是被改变 表示回转不是靠人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的 而是需要依靠神的力量来改变 那么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原文是变成像小孩子 这句话指的就是说 要变成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谦卑 断不得进天国是强烈的否定词 意指绝对不能进天国 在马可福音10章提到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 要耶稣摸他们 门徒便责备那些人 于是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 在这里可以指的是得救和得胜两个层面 对于一个人要由不信到信主 若不是单纯谦卑像小孩子一样 他也不会来到主面前 承认自己的罪 接受耶稣为救主 而对于一个已经信主得救的人 要在天国里做得胜者 与主一同掌权作王的 也是必须要有单纯 可慕 谦卑 顺服的心才行 像这小孩子的 这一节的意思是那些 愿意像小孩子一样卑微的人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主耶稣的意思是要门徒 放弃争大小的心态 而自愿取纳最卑微的地位 事实上 门徒们虽然抛弃了世上的前途 工作来跟随耶稣 但是在他们的心中 仍然是存着 耶稣是要在政治上复兴以色列国 他是一个政治性君王的概念 所以他们曾经争论谁为大 他们曾经问耶稣 看啊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 到复兴的时候 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在这里耶稣让我们看到 那些为主撇下一切 跟从他的人 将来在神的国里 要与他一同坐王掌权 同样的 将来在天国里 耶稣说 是那些像小孩子 一样单纯 谦卑的人 要掌权 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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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